主席女士 中方反对安理会审议朝鲜人权局势 这一立场非常明确 根据联合国宪章 安理会的首要职责 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 不是处理人权问题 朝鲜人权局势 并未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 各类危机挑战层出不穷 我们生活的世界面临越来越多的 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 安理会应该集中精力 履行宪章赋予的职责 着力推动和平解决争端 化解地缘对抗冲突 处理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 重大而紧迫的问题 朝鲜半岛问题 作为冷战残余 严荡至今 本质上是政治安全问题 在安理会平台炒作朝鲜人权问题 企图借此转移视线 推卸责任 施加压力 对于解决半岛问题 有害 无益 有关国家真正应该做的 是展现政治意愿 拿出实际行动 回应朝方合理关切 为重启对话 付出努力 创造条件 最后我愿重申 中方始终坚持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坚持实现半岛物货化 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解决有关问题 我们愿意继续 为推动半岛问题的政治解决 实现东北亚的长治久安 发挥建设性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